印尼外交部通过印尼驻大马士格大使馆 确保在叙利亚的1662名印尼公民 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的人身安全 面对目前不断升温的冲突动态 印尼驻大马士格大使馆 呼吁在叙利亚的印尼公民保持冷静 暂时不要外出 并且要与印尼代表保持沟通 随着战争升级 印尼驻大马士格大使馆 此前已经对叙利亚多个地区 设置了一级警报 并且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确保印尼公民的安全 包括准备在安全局势恶化时 设立到更安全的地方 印尼外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帖 希望叙利亚维基能够通过包容民主和平的过渡进程得到解决 外交部还表示 印尼要求叙利亚各方 确保平民遵守使用的法律 此外,印尼外交部证实 印尼驻大马士格大使馆 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维护在叙利亚的印尼公民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